大家注意看 这两条鱼搜的一下 跃出水面 净直扑的粘在了树叶上面 其实它们只不过是想把鱼卵铲在树叶上 这种鱼就是阿世斯奇之理 它们不像其他的鱼一样将卵铲在水里 而是选择这种费力的铲卵方式 目的是出于保护后代 让其他捕食者难以靠近 这种鱼的个头不大 身长一般在6到8公分 原产于亚马逊流域 当水位上涨时 就是它们狂欢的时候 雌鱼雄鱼会聚合在一起 当互相表示了爱意之后 心中充满了柔情蜜意的雄鱼和雌鱼 就会相约跳出水面 开始繁殖下一代的统一行动 正所谓呼唱呼随 要想完成产卵 它们必须步调一致 同时跳到树叶上 当接触到树叶的一瞬间 雌鱼就会飞快地产下鱼卵 然后再回到水中 它的任务就此完成了 然而雄鱼的任务却刚刚开始 当雌鱼把卵产在树叶上之后 雄鱼就会尽可能地伸展自己的下巴和鱼鳍 增大和树叶的摩擦力 虽然溅了水的树叶非常光滑 但雄鱼却不会轻易放弃 它拼命扭动身体 让自己尽可能地沾在树叶上 并趁这个机会让卵受惊 当雄鱼重新落回水面以后 还有一个艰巨的任务在等待着它 因为在树叶上的鱼卵没有河水的保护 有被晾干的风险 所以雄鱼会在水面上 不停地用尾巴敲打水面 溅起水花来滋润叶子上的鱼卵 让鱼卵在水珠的滋润下 舒服地待在树叶上 这样的过程 雄鱼需要坚持好几天 虽然已经精疲力尽了 但它还在用力地坚持着 直到鱼卵顺利孵化 一条条小鱼从树叶上落入水中 雄鱼才会放心地离开 因为雄鱼会不停地甩尾巴 让水珠溅出水面 所以它又被称作溅水鱼 怎么样 溅水鱼的繁殖方式够奇特吧 如果你有增长的建设 请关注我吧